哈喽大家好我是丹水 那今天的视频呢就是来和大家聊一下我的2018 那么如果你是刚看到这条视频的新观众呢 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 2018年我一共投递了81条视频 其中包含了球鞋服饰穿搭数码摄影器材短片还有Vlog等等各种类型 那么这其中做的最多的可能是服饰穿搭方面了 那这一点我自己都没有想到 那么一开始的时候呢其实仅仅是本着爱好 然后做一些我喜欢分享的内容 没想到慢慢的收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那大家从我三四月说的开场版一直到现在就会发现 我18年经历的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减肥 似乎我18年第一条过万播放量的视频也是一条讲我减肥的视频 不知道正在看这条视频的你们是从哪一条视频开始订阅我的呢 其实平心而论我的订阅量并不算增长的快了 但是我仍然非常非常感谢这一路走来陪伴我的这些观众 虽然说我做视频并不是为了涨粉 并不是为了吸引很多人去观看 但我仍然觉得你们的观看你们的点赞都是鼓励我非常大的动力 在这一年里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件事情应该就是辞职了 相信很多人都看过我之前辞职那条影片 其实我自己呢都会经常拿那条视频出来回看 那每当我觉得困难和迷茫的时候呢 我都会翻回当初的那条视频 然后告诉自己既然做了这个选择就不要后悔 虽然说辞掉工作没有稳定的收入让我面对了很多很多困难 但也正是这样一个选择让我收获了很多 比如说我收到了腾讯的邀请去参加全球合作伙伴大会 见到了非常非常多的优秀的创作者 再比如说我有了充沛的自由时间 可以去到各种各样不同的地方进行创作 希望正在看视频的大家不要觉得此时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这样一条路并不好走 坦白说如果你不是真的很热爱做视频的话 这条路可能真的很难坚持下去 虽然说我远离了朝九晚五的生活 但现在我迎来的是每一周七天的工作日 但我现在的想法仍然还是当初辞职时候的那个想法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并不会觉得累 只不过有的时候你的心态必须非常非常强大 这样的话才能帮你挺过一个又一个的困难 那很感谢的是2018最终我还是挺过来了 并且制作了非常非常多的视频 那么在2019年我也会不断强势去做出更多有趣的视频给大家看 带大家去到更多有趣的地方 和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故事 并且在2019年我希望我可以更多的像现在这样 和大家分享一些自己的心得 分享一下自己的心路律生 给大家一些做视频也好 或者在生活上的一些建议 怎么说呢 希望我的视频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帮助吧 那么以上就是我的2018 希望对你有所启发 如果你有任何的疑问的话 都欢迎在下方评论留言 那么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的频道 多多帮我点赞投币分享 那么我们2019年新视频再见 哦对了 2019年还是会继续做大家的GUBOY 继续和大家分享更多的服饰穿搭方面的视频 总之不要错过 2019年一定会想尽办法 来给大家带来更多更多的惊喜 好了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